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孫敏起 今天和大家講三分鐘視頻 今天用報家音三個字條點題 先說事先,今天視野英俊 高開幾十點後,反覆向好 升幅一度超過二百多點 最後全日升幅都是二百點之上 收二二零四零,升二百十點 成交五百零百億 今天升得好,股份主要是兩桶油 升得特別強,包括中海油 升4%,突破十千線 加上中資金融股 維持偏好的勢頭 見到中國人壽,升1.6% 一度突破二十千線 整個走勢是靠穩 成為帶動的市 今天升成二百點開外的重要功臣 今天市重上二萬二千點 後市怎麼看呢 初步來說 雖然今天升得好似不錯 但再大升的空間好像也不太大 剛才提到,成交不是太多 五百零百億是偏少的 上升動力並未見到顯著增強 其日 第二,看恒生指數的走勢圖 今天一度升近下降軌 但出不到,下回來 雖然突破二十千線 但升近下降軌 出不到 第二,已經升近黑色箭嘴指著的 下跌裂口的阻力 其中一個是二萬二千二百點 升近阻力 成交又不配合 升勢 可能再大升空間 不是太大 可能在偽政股 只不過,再大升空間 明天來說,再大升空間 其一,最近都說過不止一次 就是油價,油價繼續向好 昨日已經突破下降軌 以及十千線 今天進一步向好 雖然升幅不太大 是36美元之上 其實這個走勢 除了技術走勢向好之外 更加難人可貴 就是,今天有大巷暢淡油價 高敏,暢淡油價 伊朗又可能出油 油早又減不到產 加上今年天氣很亂 不判球 取暖用的能源需求 又沒有增加 所以,這個情況下 估計整個石油市場的供過 需求的形勢 仍然維持,對油價不利 這是其一 第二,市場上 其權市場發覺 很多大戶 是買了很多體淡用的 凝固其權 有些看到15元以下那麼低 這樣的情況下 本來對油價好像不利 但油價不害怕 繼續彈 是甚麼原因 只是兩個解釋 簡單來說 第一 市底是否轉強了 第二 其二 油價今年跌到一波軟 到年尾 淡油收盤 不沽了 平淡倉 買盤出來 令油價彈一彈 無論是前者或後者 一或者二 都是 未來幾天 都應該對油價好 因為無論是平淡倉 廣油也好 還是市底也好 都是未來幾天 都應該維持的形勢不變 所以油價可能是偏好 至少未來幾天 對新興市場來說是好事 第二個值得說 就是回到主題 第一點題的三個字 報佳音 有重要機構出來報佳音 關於新興市場 報佳音是甚麼機構 就是國基會 國基會有報告說 研究了過去五個加息週期 由1982年到2006 發覺新興市場在加息 美國加息前的一季 資金會大舉流走 接著就不再會是這樣的情況 換言之 最壞的時刻 通常在加息前的一季出現 加息之後就會遇過天青 所以他們的評論就是 估計新興市場最壞的時刻二個 明顯是報佳音 對現在新興市場來說 事實上這陣子 新興市場確實是好很多 走勢 特別是亞洲區來說 這陣子都是升多跌少 見到台灣 今天續升 南韓也是 今天一度升出 五十天線 在這個情況之下 整個新興市場偏好 國機會的報價音下 估計港股大跌 風險亦不大 所以平安爺的走勢 可能繼續平平安安 平平穩穩地過去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